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的這段影片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講課本的19.4 Zeroes and Pulse 那在這邊跟大家介紹的這個 Zeroes and Pulse的概念呢 會用到我們之後 後續章節的介紹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是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函數的Zeroes跟Pulse 這邊要講的是Zeroes and Pulse 那首先呢 我們來考慮說 Z等於Z0 Zeroes and Pulse 是一個 Isolated 那我們之前已經有跟大家介紹過 什麼是Isolated Singularity 那所以我們知道說 如果Function F 它有一個 Isolated Singularity的話 然後我們可以 以它為中心 然後用Lawrence Series 去把它展開 所以我們知道說 我們可以把F Z寫成 無窮大到無窮大 AK 然後呢 我們之前的介紹呢 也跟各位說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個部分嘛 一個是Principle Part 一個是Analytic Part 一個是Analytic Part 所以如果這個是 Principle Part的話 就是說這個 Z-Z0的次方 是負的 所以這是-K 這是-K 然後依照我們窮大 然後 跟這個Analytic Part 所以這個 我們之前講過的 叫-Analytic Part 然後這個的話呢 它的 周鏈範圍是 那首先呢 我們來專注看一下 那個 Principle Part 也就是前面這一項 那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A的A-K 然後除以 Z-Z0的 K次方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先把 這個Isolated Singularity 來 來分類 分類 所以 我們先把 Isolated Singularity分類 所以這種 Isolated Singularity呢 可以分成三類 第一個 是說 假使 Principle Part 是0的話 所以有可能我們把它 用Lauren Series 展開之後 我們發現Principle Part 是0 那就表示說 如果這個Principle Part 是0的話 就表示所有的這個 係數都是0 那它的Principle Part 才會是0嘛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給這個 Singular Point Z等於Z0 我們把它叫做 Removable Singularity 所以就是說 我們是可以把它 移走的Singularity 那第二個 假使 Principle Part 是有限向處的 就是說Principle Part 可以有無限多向嘛 可是呢 如果我們發現說這個 Principle Part 是有限的 有限向式 有限向式 所以 contains a finite Number of 非0向 然後Zero Terms 那我們就把 Z0 叫做一個Pole 叫做一個Pole 所以就是說 第一種 把它叫做 Renovable Singularity 所以就是Principle Part 這裡 然後不然就是Principle Part 它是有限次向 有限的 Number Zero Terms 並不是無窮多向 那我們就把它叫做一個Pole 我們在這邊講的就是Zeroes跟Pose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會發現說 這個Zeroes跟Pose的關係 那在這個狀況下 它非0的最 最後一項 如果那項非0的話就表示說它這個A-K這個係數不是0嗎 所以最後一個非0的係數如果是A-N 然後N大於等於1的話 那我們有一個名詞 我們就把它 這個Pole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它是Pole 因為它 這個Principle Part 它有Finite Number of Non-Zero Terms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Z0是一個Pole 然後呢 我們對這個Pole 還可以給它另外一個定義就是說 那它的最後一個非0項的係數 如果是A-N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個Pole 叫做 Is a Pole of Order N 所以 這個Pole的order 就跟最後一個Non-Zero Terms 是第幾項的關係 那如果 它的最後一個Non-Zero Terms 它的最後一個Non-Zero Terms 的N是1的話 如果它的order是1的話 Apple Folder 1 我們有一個名詞 我們把它叫做 Simple Simple 那對於那個Isolated Singular Point 我們有第三種 所以我們有Removable Singularity 然後有Pole 然後呢 最後一種是 如果這個Principle Palm 無窮多項的話 如果這個Principle Palm 無窮多項的話 有無窮Infinity 有無窮Infinity Many Num Zero Terms 的話 那 Z等於Z0 我們叫做 Essential Singularity 所以要是怕大家 對這裡的定義 還不太明白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 Series 寫出來 就是說 有一個函數 然後它有一個 Isolated Singularity Z0 然後呢 我們把它的Lauren Series 寫出來的話 它有幾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寫出來 是這樣 比如說 Z叫做Z0的話 那如果我們寫出來 是A0 加A1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發現說 它的Principle Palm 根本不在 所以這個Z等於Z0的話 它就是我們講的 Remover Singularity 那比如說 如果我們寫出來 那比如說 就是說它的Principle Palm 最多到 DN項的話 所以這是我們的 Principle Palm 這不是我們的 Principle Palm 所以剛剛有這個N嘛 這個N就是這個N 那最後一種的話就是 很多種啊 不過在這裡我們先講一下simple pole 那如果是simple pole的話 那它就會是 只有一項 它的principal part只有這一項 然後剩下的就是 就是analytic part 那我們這邊講的第三個狀況就是 如果是essential singular t 的話 那它就是會有無窮多項 所以希望這樣子的話大家就知道說 我們這個singularity 要怎麼把它分類 那接下來我們來舉個例子 不知道電腦為什麼自己亂播音樂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這我們之前有算過嘛 就是sine of z 除以 z 那我們如果先知道sine of z 的 Taylor series 之後 那我們直接把它除以 z 就可以得到Lorent series 它會是1-3 階乘分之 z 平方 加5階乘分之 z 四次方加 所以你發現說奇怪了它的 也不是奇怪了 就是說它的principal part 是0嘛 那我們就知道說 z 等於0 是一個removable singularity 好 上有 z 除以 z 然後呢 我們在這裡跟大家講一下說 如果這個函數 首先它是它有singularity 可是這個singularity 如果是一個removable singularity的話 所以我們說它如果有一個removable singularity 所以我們說它如果有一個removable singularity singularity at z 等於 z 零的話 那我們可以 定義 照道理就是說 如果函數的singularity 的話它帶進去會沒有定義 所以我們才把它叫做singularity 比如說在這裡的話 Z等于0为什么是Singularity呢? 因为就是分母等于0的话 那这个函数会没有办法定义嘛 那可是呢如果我们发现说 它是一个removable singularity的话 那我们在Singularity那一点都可以给它一个定义 我们可以对函数在Singularity的值呢 给一个定义 因为本来在Singularity FZ0是没有定义的嘛 可是呢如果我们发现它是一个removable singularity的话 那我们在那个 基本上在Singularity的点呢 我们都可以对函数的值做一个定义 然后使得 然后使得 F在Singularity那一点变成L那一点 那意思就是说以我们刚刚上面的例子来说 如果呢我们来看看 因为它是一个removable singularity嘛 所以呢我们把Z等于0 带进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带到右边的那个L part 所以我们发现说这个等式的右边 在Z等于0的时候 Z等于0它会是1嘛 那因此呢 因此呢如果我们定义 F0等于1的话 我们如果做这个定义的话 那 那 Sine Z除以Z 先 在我们这个定义之下 那它在 Z等于0 就是SineZ除以Z 在Z 0这个点就变成LZ 如果可以做这个定义 可是呢 这是要在说 它是一个removable singularity的时候 才可以做这个定义 不然它如果有这些 嗯 那个 principal part的话 那分母等于0的话 那那个 它的 principal part会爆掉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定义它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例子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什么是removable pole 啊 不 removable singularity 然后我们知道说什么是poles of order n 然后simple pole 然后还有 essential singularity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例子 呃 所以第一个 假设我们有SineZ除以Z平方的话 那其实跟刚刚的做法一样啦 我们知道SineZ的teller expansion 然后我们直接就把它拿来除以Z平方 我们就会等到 Z分之一 对 因此呢 我们发现说这个 是它的principal part 然后呢 就是说它最多的话到n等于1啊 就是 它的order是1嘛 因此 既然order是1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 Z等于0 它是一个poles of order 1 那也就是 它是一个simple pole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例子 假设F of Z 它等于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拆成 power series 然后我们会得到说 它是 它会这样一直跑下去 那因此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发现说 诶 这个是它的principal part 那如果这是它的principal part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说 Z等于1 它是一个poles of order 2 因为这个是2 那像这个的话 因为它是Z的一次方 所以order 1 simple pole的意思就是 poles of order 1 那下一个例子 是 exponential z的三次方 那这个要怎么算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之前知道 exponential z可以写成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z呢 另成 z分之三 然后带到这里 那我就可以得到它的power series 就是 1加 z分之 3 加 2階乘 1分之1 乘上 z平方 3平方 加 3階乘 z三方 3 三方 那这边的话 我把它的那个收链半径写一下 收链的区间 收链的区间 那因此呢 我们会发现说 诶 它的principle part 是0嘛 前面没有principle part 诶不是啊 它的principle part不是0 就是说 它的principle part 会这样有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 一直到无穷大 力的无穷大分之一 都会有 那因此呢 我们发现说 它有无穷多项 就是principle part 有无穷多项 因此我们就知道说 z等于0 是 一个 essential singularity 所以这是Pose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Zeroes 我先去换一下 那个 彙星 那函数的Zeroes 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那个点代金句 它会等于0的话 我们就把它叫做函数的Zero 除以Zeroes 除以Zeroes 所以Z0 是A Zero of F F Z if F F Z 会是0 所以这个定义看起来够简单了吧 好,假设有一个analytic function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个0的结束 它如果是order n z等于z0的话 就是说 f of z0等于0 然后f prime of z0也等于0 f double prime of z0 还是等于0 一直到f的n-1皆为分 of z0 还是等于0 但是 f的n皆为分 of z0 要负等于0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说这个analytic function f 它有一个zero of order n 那么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说因为假使 一个 analytic function f 它有 一个zero of order n at z等于z0的话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它的taylor series expansion of f 它会是什么呢 它会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taylor series expansion of f 它的前几项 其实就会是 因为那个taylor series expansion 的细数呢 会是 我怕那个公式超错 所以我们看一下 所以它的系数呢 会是 an 是什么 它的 它的 dn向的系数会是 f的n结尾分 z0 除以n 的那个 阶层啊 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说它是一个zero of order n 那意思就是说 f of z0 f prime of z0 一直到 f的n-1接尾分 z0都等于0 所以就是说 这个a一直到an 从 a从0开始 一直到 这里 它们的这些系数 通通会等于0 那因此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它的taylor series expansion 会从 dn向才开始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f的n结尾分 z0 不等于0嘛 因为它是一个 zero of order n 那所以这一项 an也不会等于0 所以从这里开始往后 我会这样一直下去 那我们可以把 z-z0的n次方提出来 所以它会变 an加 an加1 乘上z-z0 加an加2 乘上z-z0 加an加2 乘上z-z0 所以从这里看出来 所以从这里看出来 就是说 这个zero of order n 的话 也就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 z-z0 的n次方 提出来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 它会有一个 zero of order n 那 它 成立的条件 就是说 它这个前几节的尾分 统统要 在z0的时候 要等于0 然后这样在这个式子里 an 不等于0 那an为什么会不等于0呢 也是因为 f的n结尾分 of z0 不等于 那我们来看个例子 所以如果f of z 乘上sine of z平方的话 那首先呢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sine of z的 那个 taylor series expansion 我只要把 它里面的 z改成z平方 我就可以得到 sine of z平方的 taylor series expansion 然后我前面再把它乘上z 然后我前面再把它乘上z 所以f of z 就等于z乘上sine of z平方 所以会是 z三次方 然后呢 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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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這個定理 我們剛剛已經跟大家定義了什麼叫做 code 然後也跟大家講了什麼叫zero 那接下來這個重要的定理 叫做code of order n 那這個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假使函數 f 跟 g 都是 analytic at z w z 0 然後 f 還有 一個 zero of order n at z 等 z 0 然後 然後 0 of order n at z 等於 z 0 意思就是說 在 z 等於 z 0 的時候 這個大f 的分母 會變成0 那它就不是 analytic 那其實就是說 z 等於 z 0 是它的 singular point 是這個大f 的 singular point 是這個大f 的 singular point 那因此呢 我們剛剛有說過嘛 就是說這種 singular point 的話 哇 就是說 f 的 zero 然後 然後又說它的 zero 是在 z 等於 z 0 然後我們知道說 分子在 g 的時候 不會等於 0 那因此就是說 z of z 0 它是那個 f 的 zero 那其實就是說 我們發現它會是大f 的 singular point 那這個定理告訴我們說 如果這個 z 0 它是 f 的 zero of order n 的話 那它就會是大f 的 pole of order n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說 什麼是 pole of order g 就是說如果我們把它 的 principal part 寫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發現說它 的相次嘛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它是 pole of order g 那因此呢 我們可以舉例 就是說假使我們的 大f 的 z 它是這樣 2 z 加5 除以 z 減1 z 加5 跟 z 減2 的四次方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就知道說 f of z 它 有 simple pulse at z 等於1跟 z 等於1跟 z 等於5 呃 那就是它的 pole of order 1 因為就是說 欸這個 對它來說它是0 of order 1 那對它來說 它就是它的 pole of order 1 那我們都知道說 pole of order 1 我們就把它叫simple pole 所以它在1這裡有simple pole 在-5那裡有simple pole 然後在z等於2的地方 然後在z等於2的地方 它是order 4 它是order 4 在z等於2的地方 因為它是分母的0 of order 4 那所以它是這個 f of z 的 tale of order 4 那下一個例子 如果f of z z 等於 1除以z 乘上sine of z 平方的話 那我們才在剛剛把那個插調碼 就是說我們剛剛有講過 z乘以z平方 z乘以sine of z 平方 不好意思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z的3次方 1-3 接成分 所以我們知道說 z等於0 是z乘上sine of z 平方 的 0 of order 3 那因此我們如果把它放在這個分母 然後 它對f of z來說呢 它就會有一個 pull of order 3 at z 也就是說它的0 會是它的pull 那它們的order數就會是一樣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對 0s跟pulls的介紹 那其實這應該還蠻容易的啊 就是說它就是幾次方的 會使那個函數變成0的 那個 那個 點就是它的0 那就看它的那個0的次方數 然後我們就知道它是0 of order g 然後我們如果把它放到分母的話 那就變成它的pull 那就看它是pull of order g 可是這跟之前有點不太一樣啊 就是說我們在這裡考慮的是說 分母跟分子都是analytic function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把這個分母的0 然後變成這個除出來的函數的pulls 那以上就是我們 19-4 短短的對0s跟pulls的介紹 那這段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另外一會有什麼 你們看這個影片 好看 好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